健康同學會 同學會健康 歡迎參加五期健康同學會 我們今天真的是現場 都是看到我最愛的東西 可是現在都不能吃 我有點虛偽 都是青菜 對啊 沒錯 可是老師都說 我們一定二分之一要青菜 對不對 裡面有兩份青菜 但是現在就是現在都不能吃 都生的 可是生的不能吃生的嗎 生菜沙拉 好 這些可能都有農藥 那個都給你吃 沒錯 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怎麼樣你吃菜會不會吃進農藥 這是很多人的一個問題 我們買菜到底它的農藥的殘留量 會不會過高 我們今天有簡單的測驗來教大家 然後我剛剛真的還很笨 我就說安德就說 我們今天要講這個 怎麼去除農藥 我說那不就洗嗎 他說洗只是其中一種 那除了洗還有別的方法嗎 還有別的很多方法 有七大招 對 好 我們來看到我們今天的來賓 保健室主任潘懷中潘博士 大家好 還有這個健安教育第五章老師 也就是新光醫院聖槓科的這個醫師 江守山江醫師 大家好 我們一想到有毒的這個什麼農藥什麼 就想到你怎麼樣來去毒了 好 再來看到保健室的阿姨 Joey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姨也是這個喜菜專家 真的 處理喜菜專家 選跑農委會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部分有很多的撇步 待會兒都慢慢的告訴大家 真的拭目以聽 拭目以待 拭目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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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個醫學的新發現 對 拭目以聽 我們來看保健室的阿柏江中柏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看到這麼多菜在這裡面 江中柏也是跑農委會 厲害 跟他同一間公司的時候 曾經 其實我最早的時候也跑過農委會 你也跑過農委會 這台式的時候 但我已經忘記農委會 我這樣子 我也代搬過農委會 可是我記得印象中農委會 常常就是可以去玩 不是嗎 沒有 我覺得到後來沒辦法 他後來很多都是牽涉到疫病 還有農藥 就是越來越貼近大家的生活 對 其實像檢驗這種 什麼農藥之類的 雖然說是農委會來做 但是其實真正的執行單位 是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那我可以提供大家一個數據 就是農藥這個部分 真的是滿恐怖的 就是其實這個 就是說很多人都講說 那台灣地區的蔬菜水果 它到底就是農藥殘留有多麼嚴重 可以跟大家講說 是從民國89年的8.2% 一直到最新的一個統計是2009年 就去年是19.9% 所以已經非常接近兩成了 100份蔬菜 超過兩分鐘 8.2%變19.9% 有19.9% 就是有農藥殘留 超過標準 然後也是超過標準嗎 那不是超過標準 就是它的減出率 減出有 對 減出有 換句話說你如果那時候買的話 那回家以後它就是有農藥的 在沒有清洗的狀態之下 那再者還有一個 就是說大家很 講起來會有點害怕 就是說農藥到底是殺蟲還是殺人呢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也有一個統計 就是說 現在這種 你灑下去以後 它會出現所謂的抗藥性 就抗藥性的蟲子呢 在四零年代的時候是有十二種 六零年代的時候一百三十七種 但是到現在呢 就是已經有超過四百四十種以上的 昆蟲有抗藥性 所以換句話說你噴下去 對 就會越用越重 然後昆蟲已經淨化了 它也淨化了 然後我們人就常常被毒害這樣 沒錯 而且這個問題就是不要均被競賽 它演化出抗藥性 那我們就花新的農藥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登記 有完農藥已經過五百種了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農藥行老闆也有點心酸 譬如說 常常啊 那個農民來講 講不清楚 他說行的骨啊 白骨啊 那也沒看到對不對 他就介紹他 你用這個東西 結果去噴可能也不對陣 因為大家可能都不是專業的 噴不對陣 沒噴死 沒噴死之後就來 就吐槽之後 老闆你賣我那個假藥 噴了之後 從到處爬來爬去 都沒有受到影響 這個時候 就常常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人 會從大陸進口 在台灣已經是 算是禁藥的 譬如說 有些是有機率 那有些是有機席 那這些東西的環境 殘餘量很高 時間很久 而且這人體傷害比較大 那在台灣已經近了 可是問題是 因為台灣從都沒有 接受過這個東西 對 所以農藥行老闆 新武器 其實是舊武器 把它當作一種 終極武器 你如果再來罵 我就拿一罐 都沒有標示 拿出來 那拿去噴灑 我跟你講 真的噴上去 有時候四個月六個月 都看不到蟲 可是問題是說 它的殘餘量很高 所以現在漁村 還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的確是有漁船 專門在走私農藥 因為台灣的化工業那麼強 我們為什麼需要走私農藥 因為是台灣 台灣不做這種農藥 而且更糟糕是 這種農藥是很難監測 因為我們法規上去檢查農藥 譬如說我們農事所 幫我們檢查農藥 它檢查是既有的 台灣的登記的項目 那像這種本來不做的東西 它幾乎不再做檢查 所以這方面滿嚴重 所以我覺得那些昆蟲 都變鋼鐵人了 你不覺得嗎 對 越來越恐怖 那就難怪人家說 為什麼癌症 現在越來越多 甚至有人說 我常常吃沙拉 有人說 我都不吃什麼 我也吃生菜沙拉 而且搞不好就吃了一堆農藥進去 有可能 這個問題從統計數字上 看得到一點就是說 很奇怪 住在鄉村的那些 老先生老太太們 他們本身 不太接受我們城市的汙染 有沒有住在工廠旁邊 有沒有開車子 有沒有開什麼都沒有 結果你會發現 鄉村的癌症的罹患率 幾乎比都市都還高 那可能是 所以以前的那個 鄉下的歐巴桑就說 你們台北人都很壯的 以後我噴了都不會死 他覺得說 他噴在藥上 我們吃了會出事情 可是他忘記一點 對噴灑農藥的人來講 其實最危險的 不是吃青菜 而是噴灑那個人 噴的那個人 對 因為他的劑量最高 直接吸進去 那鍾伯呢 鍾伯你平常聽說 你都自己買菜 因為我從小是隔代教養 就是我爸媽就離開我去工作了 然後都是我奶奶帶大的 所以從小我就是幫我媽 跟我陪我奶奶到傳統市場 買青菜回來洗菜 那我奶奶從以前 都沒有擔心過這種農藥的問題 從來沒有 他只說這青菜有什麼好擔心的 這就是他們家 農夫自己種的 菜農自己種的 你就回來用鹽水泡一泡就好了 所以我已經有大概 二十年都是將青菜 用鹽水泡一泡處理 可是直到有一天 我跟這個衛生署 衛生署它每一年都會固定 找一個時間去對市場上 所販賣的青菜有沒有 它的農藥的殘餘量 有的青菜是完全不能有殘餘量 有的可以有適度的 然後就會去抽鹼 那如果抓到的話 就會去查它上游 然後但是發的也不重 大概五萬塊幾萬塊這樣 那有一次我去的時候 我就問那個衛生署裡面 一個記證 問他說到底這個青菜 有農藥沒農藥是真的還假的 他當然有農藥啊 自古以來就有農藥啊 我說我吃了二十年 那個青菜 我奶奶都跟我說沒有農藥 就他說沒關係沒關係 那你有洗嗎 我說洗當然要啊 加鹽水洗對不對 記證我怎麼說有對嗎 他說不對 為什麼不對我不曉得 等一下也許 我也以為用加鹽水可以 對 但是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在那一次記證 真的救了我一命 因為從那一次 我訪問過他之後 我才知道說 要把農藥給清洗掉 最好的方法還是用清水 不斷的沖 不斷沖 對 這可能是方法之一 看到我們在現場 從我這邊的這個是什麼 高麗菜 一直沖沖玉米過去 然後所以我們採購了 有來自大賣場的 也有來自傳統市場的 傳統市場的 我們等一下就要用消機匯 教我們的檢疫的測量方法 來看看他們的農藥殘留度 是如何 我們先看這個標準 他怎麼講 大家要先去購買 酸減市值 可是老師說我們也可以拿 不用錢了嗎 老師你上次不是講 不行 酸減市值要錢 我以為不用錢了 他有一些 現在是各地的縣市衛生局 他們有專門針對一些特定的項目 然後會出一些檢疫的試劑 但是目前這些檢疫試劑 據我瞭解不是測農藥的 他是比如測棚沙 測這個比如說是有沒有雙氧水 等等 有沒有放兆黃 這個去哪裡買 化工行 哪裡有化工行 在台北後火車站就有 如果是以台北為主的話 就是化妝品原料的 就可以買酸減市值 然後首先測試家裡面的 自來水酸減值 這個是好的點字 老師現在那個江醫師也是 這是來自我們自來水 這是東森的 東森自來水 結果呢 這個PH值大概跟這個圖表 看起來大概7左右 7 算中性的嗎 7是中性的 他最近大概在這個範圍了 大概在觀眾看一下 7 7是好啊 所以我們這7是標準 那 沒有 等一下還會變色嗎 對 那等一下 然後再來看到 我們測試浸泡過那個 你看喔 先測試自來水 對 然後你再測試浸泡過 蔬果的自來水 這就是我們在實驗裡面講的 實驗組對照組對不對 對 然後 沾沾自喜 沒有 沾沾自喜 那老師沒有跟我說 他好棒這樣 再來 我們看兩者的酸減值變化 在正負0.5之內 就是安全範圍 安全範圍 如果變化很多 比如說 我們現在測出來7對不對 然後結果 浸泡過這一盆高麗菜 一浸下去那個 試紙拿起來變9的話 那就表示農藥 你看超出範圍 就表示農藥含量過多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化學農藥 它要不是酸 它就是鹼 鹼嘛 所以它不管怎麼變化 只要有大量的變化 就表示它上面一定 有一些東西在 依熱酸或鹼 依熱酸或鹼 但是就是說這個酸或鹼 只是 等於就是說 它並不是那麼準確 就是不是百分之百 確定它是農藥 但是大家可以講說 它上面可能有酸鹼的東西 在上面 那既然在上面 那可能就是 就可能是農藥 是這樣想來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 偉大的測驗了 對不對 那江醫師您剛剛那個 自來水還沒有什麼變嗎 沒有 大概還是維持這樣 還是這樣 那好 那江醫師請拿一個市值來個 我們就先從 來自傳統市場的高麗菜 對 傳統市場的高麗菜 我也特愛吃高麗菜 然後我們今天這些 來自傳統市場跟大賣場的 都是隨機去買的 針對特定的 今天早上我們跟這個 我跟定志打電話 我說你在哪裡 他說我在買菜 我說好 我在想說 想說怎麼這麼悠閒 我們都要做節目還去買菜 我不是想那麼悠閒 我說你不然還沒結婚 你怎麼那麼賢慧 怎麼有節目還去買菜 他好累喔 還沒有結婚不認表示 沒有男朋友 清晨就去買菜了 還沒有結婚就要做家事 來 我們來測測傳統市場 你要弄那個 蔥嘛 好 傳統市場的蔥 蔥跟高麗菜 那老師這個要擺多久才會 要沾濕 沾濕拿出來就可以了 因為你擺太久 它裡面那個四季 會融到那個水裡面去 所以不好 你就測不到 那我這個來自傳統市場的高麗菜 結果如何呢 我們來打給老師好了 有變身 有 是看尾巴嗎 還是看哪兒 我們先看高麗菜有沒有 超過標準 可是我怎麼都覺得綠綠的呢 是這樣子啦 這個是標準的 市值的色表 對 那我們是跟這個色表來比較 比較 那看它落在哪裡 對 那當然更準確的方法 你用機器 你可以用pH meter去測試 不過大家家裡的 不會去準備這個東西 這是簡單方法 那你可以看到 它原來那個東西是 我拿舊的那個比較看看 對 就是原來的 對 比較淺一點 大概是 這個是自來水的 對 這是青菜的 那一般來講 如果它有點酸性 它就開始變淺 顏色開始變淺 顏色變到你眼睛看得出來 我跟你講 大概都已經超過0.5以上的變化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噴到這樣的蔬菜 其實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說 你丟掉算了 真的啊 你也不要想拿去餵狗 或者是餵什麼鴨子什麼東西 因為你會把它堵死 對 去年有個案子就是這樣子 他把那個洗蔬菜的 把那個切下來的蔬菜 餵那個鴨子 結果鴨子都堵死掉了 就是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結果呢 我們這盆高麗菜是怎麼樣呢 醫生覺得 還是這個蔬菜要泡多久才有用 你看看 這個兩個顏色是不一樣的 對 對 顏色是不一樣的 變深了 那個酸鹼值是多少 這盆高麗菜 它大概掉到 拉到快8了 8 所以有差1 已經超過0.5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蔥 是不是沒有泡得很下去 這要泡多久才有用 一般來講 30分鐘之內 因為泡太久 又怕維生素的水 潘老師手上拿的呢 是我們蔥 傳統市場買來的蔥 這個蔥看起來 反而比較安全 蔥反而比較安全 沒有 那高麗菜本來就很毒 你表面那幾張要撕掉才行 它怎麼撕農藥嗎 其實他們這種大片的葉菜類 它有的時候是長一層 它撕一次 所以每一片裡面都有 那還有一個 剛剛回答那個 雅晴姐剛剛講的一個 就是說那這樣子 我回去要泡多久 其實如果根據這個 泡一下就好了 不是 你要放一放 不是泡一泡 你放幾天以後再 就是說再吃 放幾天 放幾天 沒錯 先讓它自然的這個 散開 超標打勾好了好不好 它這樣算超標嗎 而且雅晴姐 那個高麗菜 它超標了 你去買高麗菜的時候 本來就應該把前面那幾張 都先撕掉 你看為什麼 像每次在那個市場上 看到大家都在撕高麗菜 我本來以為是因為它鹹菜 好像爛爛的不漂亮 其實不是 我後來問很多的媽媽 她講說 它撕掉的原因是 農藥都在上面 一講沒有錯 確定嗎 就在外面那幾片 沒有 因為它裡面的農藥 相對時間是不是比較長 久了 然後它慢慢 它長一層 你吃一次 長一層吃一次 是不是最靠近你 最有可能有農藥殘留 就是在最外面的 因為它還沒吃多久 你就買了嘛 所以我們才說 奶回去以後 像這種高麗菜 就是它如果是包心形狀 天津白菜或什麼之類 這種包心形狀的 回去至少要擺一擺 如果要吃的話 擺一下 不是說馬上泡 擺幾天 甚至於就是說 有學校做這個試驗 因為他們也耐擺就對了 對 有些做試驗說 甚至於擺到十天 真的就完全沒有 但是我們不太可能說 放到那麼久 擺了以後 然後過幾天再吃再沖 那江醫師幫我們補充一下 像高麗菜這種 是不是農藥殘留量 真的是比較高 它比較容易 因為它蟲害很多 蟲害多 不過大家記得要擺 請不要放在冰箱裡面去擺 好像是放在外面的報紙 要擺冰箱 要擺普通 菜菜買來不要擺冰箱 室溫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像這種 像有機林類的農藥 它本身的自然的奔解的速度 在冰箱跟室外 大概會差到十幾倍 所以你放在冰箱裡面 溫度低下來 它這個農藥幾乎不奔解 所以你擺很久也沒有用 你擺在外面常溫的話 它奔解得很快 了解了解 好 我們在這裡先進一段廣告 你看這兩個就改得出來 就不一樣 這個比較農藥殘留量幾乎是沒有 很少 那這個已經超標了 那這個真的我們蠻常吃的 是呀 怎麼辦呢 對不對 怎麼辦 趕快回來之後我們再測試看看 玉米竹筍 好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我們現在真的用科學的方法來看看 它到底有沒有農藥殘留 我們大家也好像一般認為 好像玉米的農藥殘留量好像也比較容易 對不對 比較容易 那我們也來測試看看 像在我們右手邊的是大賣場 對不對 大賣場的玉米 左邊的呢 鏡頭前面左邊的是傳統市場的玉米 對 我們都分別來測看看 好 我們剛剛已經發上了這個市值 那請潘老師幫我們看一下 潘老師幫我們拿起來 這個是傳統市場的 你看 好像變深一點點 對 這個是普通 就是市值圓藍藥 這個是那種控制組 所謂的自來水 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有沒有不一樣 大概來講 這個東西顏色跟它非常的接近 接近原來的 認為它變動沒有那麼大 不過你事實上看它還是變減了 你知道嗎 對 變減了 它顏色還是變深了 變深了 所以這個PH值大概有變動 但是好像沒有剛剛這個高麗菜生 對 沒有那麼深 對 沒有那麼深 所以也是可能 還是會有東西附索在上面 介於超標之間 對不對 好 那大賣場的玉米呢 來看一下 玉米這個 顏色這個就稍微好一點點 它比較接近我們原來那個市值的顏色 對 所以這個可能比較稍微 所以這個可能就比較安全一些 好 這個是玉米 大賣場的玉米是不是 比較有可能是從國外進口 所以它如果是它用貨櫃來 它的那個農藥已經崩潔 已經經過一段時間了 那江醫師在您的經驗當中 是不是玉米它農藥殘留量 不是像我剛剛講的那樣 它殘留量會比較高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我們還是多喜 是這樣子 玉米這個東西 其實它的農藥殘留 我不是很擔心 原因是因為它外面有外面套 就是這個 天然的套子 它有套子在 所以一般來講 因為這個套子我們不吃 所以你幾乎都是把它剝掉 那我是建議各位有個方法 就是說 像這樣子浸泡方法是比較不好 你要把這個東西剝開才浸泡 先剝掉再浸泡 對 因為它有農藥的話 你泡在裡面 這個農藥就污染裡面這些水 所以反而對大家不好 上次我們有講過說 你要先把它洗乾淨 再把皮剝掉 是不是這樣 剝掉然後再泡 對不對 對 因為為什麼要先洗乾淨 因為我們也碰過之後 認為說反正皮我要丟掉 我不洗對不對 對 可是它手接觸的有機磷 我們不要忘記一點 有機磷有個特點 它可以從皮膚直接穿透過來 所以單就你在剝皮的過程中 國內有病例報告過 就單就這個剝皮 就引發了一些 急性的農藥中毒的症狀 所以你雖然是要剝掉的 你還是要洗 那像這個東西是洗完之後 所以剝掉以後 我們先去洗手 沒有 你在剝之前 你就要先洗它了 然後把它洗一洗之後 你把它剝掉 才在泡水 才沖這樣子 好 我們再來看 傳統市場的竹筍好不好 剛剛老師說 醫生說一層一層的 那竹筍會比跟玉米差不多嗎 玉米可以剝掉 竹筍也是可以剝掉的 竹筍可以剝掉 不過竹筍的剝掉意義不太大 為什麼 因為竹筍它的農藥的使用方法 並不是 因為它不是長在外界的 它一般長在土裡面 所以它並不是我們 噴灑的時候附在外面 所以你把它剝掉說OK的 它是吸收進去的 它是吸收進去的 所以竹筍是剝是沒有意義的 竹筍剝它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不用剝 對 它農藥殘留量高就高了 低就低了 竹筍根據我們以前的經驗 竹筍都撤不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 沒有農藥 不是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只能接觸到外面 它的農藥是吸收型的 它不是像這種噴灑是外面的 都撤不出來 所以我們每次撤它都正常 所以它的那個農藥 就不會在我們那個洗的那裡面 而已經在裡面了 這也是有點麻煩 你撥掉再撤 再洗 沒有用 因為它是從 跟吸收上來的 所以它跟皮也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當然我們要強調就是說 消極會這個方法 是很好的方法 檢疫的保護大家 那它比不上農委農事所 它有一個快篩法 農事所這個快篩法 事實上是有技術輸出 目前東南亞各國幾乎都使用 台灣農事所這個快篩法 它用餐蠅的頭 餐蠅的頭它是昆蟲 它對這種農藥很敏感 所以餐蠅的頭 再加農藥的時候 它馬上就會有一些反應出來 那馬上你用簡單的設備就可以偵測 40分鐘就有結果 那我們剛剛這個傳統市場 這個竹筍合格嗎 合格的 因為檢查出來是沒差別的 沒有啊 看起來滿深的 一點點 乾掉的時候可能會 大部分都看不出來 因為它濕濕的關係 醫師我想起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你看像玉叔叔或竹筍 那如果我切了之後 拿去煮肺 然後開始喝了 它的毒性會降低嗎 會 會 竹筍湯 其實我們這些農藥研發出來 其實廠商也希望它快速奔解 所以它有光奔解的部分 就照到光它也奔解比較快 常溫自然奔解的部分 還有熱奔解的部分 那熱奔解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去除農藥的手段 所以我個人我跟你講真的 除非我們家自己在菜譜裡面做的 不然的話我不太吃所謂的生菜 因為第一個我不曉得做生菜 它有沒有真的幫我洗乾淨 它等一下我們也會講到蟲的問題 有時候看得乾淨其實不乾淨 所以我比較沒有把握 好 那我們再來看那個花椰菜 我最愛吃的花椰菜 你最愛吃喔 蟲最多了 可是我特愛吃花椰菜 怎麼會有蟲 十字花科很棒 我們來看左邊是傳統市場 我每次現在吃花椰菜 右邊是大賣場 還有一個這個是進那個精 這個是進它前端的部分 這樣有沒有差別 它哪個部位比較多 會有差別吧 我們測到現在都沒有酸的 都是鹼的 這個 都是變深色的 好 醫生幫我們檢查一下 左邊是傳統市場 OK 你可以看到 好 這個東西大家 這個色盲的人 是不是不適合看這個市場 我們要先講清楚 我覺得都是綠綠的 對 OK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 像這一個 會比這一個 來講 它還是顏色比較深 那這個顏色會比較淡 對 比較偏酸 沒錯 所以右邊來自大賣場的 比較 顏色比較深 比較超標 目前看起來它是有點超標的味道 還是它部位也有關係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不過這個當然 這是一個比較粗糙的實驗 對 給大家增加一點經驗 好 所以來自 那我們要問江醫師的就是 那在這個花椰菜的部分 因為它上面很多花 對不對 那它的農藥殘留 會不會比較多 這個是一個很麻煩 因為這個東西不好洗 你知道嗎 對 比如說我們椰菜對不對 我們還拿個軟毛刷 刷刷刷 就是跟你洗衣服一樣 你上面交結的這個農藥 你刷刷刷 其實很容易就把它去掉 可是這個東西 不知道怎麼刷 所以我們只能靠沖洗 所以它農藥一旦有的話 不容易去掉 一旦有不容易去掉 很可惜就是它是蔬菜裡面 算是抗癌能力 最強的幾種蔬菜之一 對不對 它是典型的 是非常好的食物 可是就是你要很小心 買的來源要小心 衛生署的官員 他講 他說花椰菜很容易有蟲 因為它很難洗 所以蟲都在裡頭 他說如果你要是吃到一顆花椰菜 是完全沒有蟲的 那你不要開心 代表那顆花椰菜是毒中之毒 對 所以剛剛我才跟雅馨姐講說 我說雅馨姐 你吃的花椰菜有蟲嗎 你還說沒有啊 我都沒有蟲 那你要小心了 而且我都喜歡給它燙一燙 就是不是說炒得很熟那樣的 你知道花椰菜也有吃生的耶 對不對 生的就可能更危險一些 而且你知道像這種叫做多蟲蔬菜 就多蟲蔬菜它才會 比較要去施農藥 它如果天生就是小蟲蔬菜的話 小蟲蔬菜我本來我怎麼長 我怎麼養它怎麼長 所以我也不太需要去弄藥 所以地瓜葉 小蟲蔬菜還有剛才的青蔥 因為它本身就有味道 所以這種就是他們容許 這種就是他們容許 還有些微產量的 那像有些不能有 比方說像這種可能就不能有了 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測驗兩個 青江菜 對啊 就是那種綠菜的 大家都很好很喜歡吃對不對 來自傳統市場的青江菜 以及右邊是地瓜葉 地瓜葉也是來自傳統市場 我們請江醫師幫我們測試一下 葉菜類的對不對 好 葉菜類的 你可以看得到這個顏色的變化 比較偏酸 這是青江菜是不是 對 這個青江菜比較偏酸 大概只有六左右 到六 對 它是偏酸了 所以它有農藥 農藥已經超標了 傳統市場的青江菜 對 已經超標了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 可能要多清洗 那關於地瓜葉的部分 其實地瓜葉大家應該可以 最安心的部分 因為地瓜葉 地瓜葉很特別 不太怕蟲 它的味道蟲不喜歡 它跟那個辣椒 有一點異曲同工之妙 辣椒也不太怕蟲 所以辣椒也農藥很少 還有這個蔥也是農藥少 對 青江菜 地瓜葉呢 我們查資料是 真的蟲不太喜歡 因為它有一種外味 因為地瓜葉還滿健康的 所以它就比較少有農藥 而且它長得很快 你知道嗎 人家就自己做 因為它收得很快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的綠色蔬菜 你看 它這個果然 對不起 它比較接近這個七的部分 你看這個色卡的部分 跟青江菜不一樣 對 有滿差 差別滿大的 所以我們看我們現在全部 基本上我們準備的 都測試出來 這都是樣品 其實菜菜有很多種 你看高麗菜超標了 對不對 青蔥沒有 玉米呢 有一點點 有帶進一步測試 竹筍沒有 但是不代表裡面 不知道 那綠花椰菜呢 感覺上我們買的這兩個 還是OK的 但是有一個是說比較高一點 一個稍高一點 好 那青江菜的話呢 是酸的 它反而是酸性的 對 它可能加了某種農藥了 對 那地瓜葉呢 就完全沒有了 基本上跟本來差不多 所以你看 我們從傳統市場 跟大賣場 隨機買來的菜 有安全有不安全 所以我們吃的真的是 要注意要小心 當然也不是說 每個家人主婦回去 煮菜前都要拿東西來測 總之就有方法 讓大家 真的可以跟居里夫人學習 先來一個化學實驗 還是說做到最後 乾脆不甘不敬吃了沒病 要吃好去吃 我們還可以想辦法去掉 對 想辦法去掉 等一下我們會教大家 怎麼樣想辦法來去掉 而且還有儀器 對 有儀器 等到回來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我們剛剛看到這些 大家就知道說 有酸鹼值來看 懷疑它可能是有農藥 對 不會有農藥 應該也沒關係 就是有一些 不是說沒關係 就是說有一些方法 能夠讓農藥消除一些 請潘博士告訴我們說 我們到底農藥 在菜裡面的是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 我們現在是從農委會的 官方資料你可以看到 我們有殺蟲子的 因為有些蔬菜水果怕蟲子 有的殺細菌 細菌在水果表面一長 水果就爛掉了 就沒辦法賣了 還有除草的 怕這個養分都被草吃光了 結果呢 真正的主要的菜 都沒吸到養分 養分都被草吃光了 所以就除草 另外還有像這種蠻蟲 像蜘蛛類的這種蠻蟲 結肢類動物 它也會吃這些菜跟水果 還有除鼠 殺老鼠的 然後另外像生長調節劑 就是讓它的這個 長的速度快一點 所以不對時不對時 那個季節的 都要特別小心 你也知道了也會不會長快一點 稍微也會有點影響 然後還有殺蟹蟲劑 這蟹蟲 另外還有除草 如果是水生植物的話 那有一些草類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為有這八大象 所以因此現在合格的 就有517種 總共有效成分有366種 因為有效成分可以不同的混濁 在它的成品裡面 所以大概有 就是有效成分的數目 一定是比這個農藥的數目 所以這個農藥真的很多 517種農藥的產品 多多少少可能會殘留在上面 但是這邊我多講一句話就是說 其實我們農藥 就如同剛剛江醫師所講的 它因為要一直變化 剛剛也是你講的 就是軍備競賽一直變化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農藥 也被我們禁掉了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說 它初期很好用 可是發現它可能會污染環境 它可能會造成人的身體的問題 我們也禁掉了 所以在農委會裡面 一定都有嚴格的規定就是說 如果是大家所熟知的 什麼致癌什麼等等 那絕對不可能用 所以我也這邊替農委會講點話 我們不要一開始一講說 都很殘留 其實真正劇毒性的東西 是不可能用在人類食品上面 所以我們這些酸鹼 測出來的可能還有某種 它那個是輕毒性 輕毒性或中毒性 因為只有輕毒性跟中毒性的 可以允許用在食品上面 那我們也應該還好說還蠻慶幸的 都是只是顏色看起來 不是那麼清楚的 一點點 如果一動下來 哇 不得了 但是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剛才就是說 我們這邊的大部分看到的是 屬於葉菜類為主 只有這個竹筍 看起來比較像是 所謂根莖類 但是就是 其實我們沒有準備是豆類 豆類 對 也根據 就是十年來的 一個我們這邊官方所做的一個 就是研究報告 農藥檢驗呢 十年來最安全的蔬菜呢 是香菇 其實我一直記在 菇類喔 對 我記在腦子裡有一個 四個字 大家去買菜的時候可以記得 就豆葉跟菇 豆葉跟菇 豆是最嚴重的 然後再來是葉菜類 黃豆 豆芽菜這些 就是豆子類的 四季豆 那之前在大陸 還發生一個海南事件 鋼豆事件 就很多人吃了食物中毒 因為他們用了禁藥 就有機靈 所以豆類其實我覺得要注意 最好不要在外面吃 是在家裡面自己 自己洗滌 豆類 對 豆葉跟菇 再來是葉菜類 再來是根莖類 然後最安全 幾乎都是靈的 就是香菇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什麼菇 什麼菇都可以 那菇類不用生長劑 也不用除草 但是這樣 菇類目前的生長 它不會是在室外生長 因為你衍生菇 在室外生長 你很難控制它 所以一般我們的菇類 都是已經在溫室培養了 那溫室培養 我們萃出它的那個 菇的那個菌絲 它是菌絲體 那然後呢 我們會鋪那個 我們所用的人工木料 所以因此它是菇 是長在室內的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過 這種影片 在那個蛇木上面 然後它有控溫 控絲 所以一般來講 它這個應該用的 農藥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我有去看過 好漂亮 深色的那個木頭 上面長的白色的那個 就長好多 很漂亮 都控溫控得很好 我也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下鄉去採訪過 那個菜農種菜 說其實現在 我們先不分傳統跟大漫廠 其實也不分有機跟無機這種 其實很多菜農種菜 現在他們都很聰明 他們會多花點成本 用那種網式 就是網起來 對 那這樣子的話 相信之下 它幾乎就不太需要灑農藥 它也不會去特別強調 它是有機的還是什麼 但是它就是至少 它不需要灑農藥 那從網式栽種出來的 這個蔬菜有沒有 你吃起來的話 就比較健康 那我去看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真的 現在很多很多在 尤其是像嘉義雲林那一帶吧 那邊的菜農 都會用這樣的方法 成本高一點 但是安全多一點 我來問一下 我來問一下 為什麼豆類它的農藥 殘留量會最高 因為你想想看 豆類對於植物來講 那是它的子孫對不對 所以它把身上的營養 都給了它 所以它那麼營養 其實小蟲也知道 所以它非常容易招蟲 所以為了要它招蟲 所以你就是要用藥 去防止這個蟲害 原來如此 這樣講起來是通 那老師 這個農藥對我們人體的影響 到底是多大 我們的農藥 在我們的農委會分成四集 第一集叫做急劇毒 第二集叫做劇毒 第三集叫做中等毒 第四集叫輕毒 那第一第二集 就急劇毒跟劇毒的都不能使用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不用擔心 那我們能夠用在食品上面 就是中等毒跟輕毒的 那我們很多的農藥 其實它的毒性 就跟你日常生活的東西 都可以有對比的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剛剛講到一個殺菌劑 殺細菌的一個劑 叫做鈣普丹 對 鈣普丹它的毒性跟什麼一樣呢 跟你的口紅毒性是一樣 跟你的口紅毒性是一樣 所以我們後來都被毒性 不會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口紅既然放在你的嘴巴上 它經常在吃會進去 所以這個鈣普丹 所以你不要把這些農藥都想成 它的毒性都一定很高 對 因為我們的化學工業的進步 它會想辦法降低對人類的毒性 另外像殺蟲劑 就殺蟲子的一個技巧 叫做馬拉松 它的毒性呢 就跟指甲油是差不多的 因為指甲油是有一點毒性沒有錯 對 因為那個味道是不太好 但是它的毒性就跟指甲油一樣 好不好 那所以因此呢 如果以這種觀念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把它分成三種 一種是致癌 致肌型 致突變的 那這種東西是禁用的 對 不行 是禁用的 對 那麼第二種就是所謂的 它因為它的毒性很低 但是怕的是說你吃進身體以後 它在身體裡面累積 造成慢慢慢慢慢慢的一個危害 而不是一次產生的危害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就是現在我們一直在談這個問題 應該是比較重視這個問題 慢性的問題 因為不太可能有這麼嚴重的東西 而且我們也不准它用嘛 那麼第三個就是急性危害 急性危害是 雖然是中等毒性 但是它大量吸入 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 江醫師所提到的 就是農夫 噴灑農藥的人 反而自己誤 那種才會送到急診室 去做急性危害 大量吃進去的 通常我們一般人是 慢性危害的 是比較多的 不會是這個所謂的急性危害 但是現在所謂的農藥殘留呢 我還要再破題一下 它可以分成兩塊 一種是合法的農藥 然後呢 超過殘留量的標準 如果是在殘留量的標準以內的話 那個比較有問題 因為本來它就允許一個殘留量 所以因此如果說被我們檢測出 第一種就是合法的農藥 但超過它的標準 這個我們要小心 那一直以來 農委會在每一年都在檢驗的話 剛剛阿姨有講過說 她現在講說那個十九點幾 那個不是超過標準 那是只要殘留就算了 但是超過標準的 依照我手上的數據看 每年是不超過三% 大概是三個% 然後再洗一洗可能就更小了 安德你講好 那但是第二種是很麻煩的 就是說呢 它不是合法的農藥 它是非法農藥被檢出 那因為非法農藥被檢出的話 就是不得殘留的 沒有標準殘留量 所以一點都不能有的 那那個就是很麻煩 就剛剛江醫師說 坐船過來的那種 但是這種情況就是我認為 我個人摸著良心講就是說 台灣的農夫差的人沒那麼多 台灣人是有良心的 台灣人應該不會 所以我是覺得可能 無知大於故意 無知大於故意 就像三聚清安一樣 他買便宜的牛奶 他不曉得那麼嚴重 搞到最後他嚇死了 所以我覺得 這時候我們的重點在於說 你真的要房子 不是我們前端的清洗 不是 應該是怎麼教導農夫 使用正確的農藥 這才是重點 所以現在農委會很重視這個 就是告訴他們 什麼是合法的農藥 然後不要去隨便拿 坐船過來的非法農藥 另外就是教他怎麼樣用藥 所以我們今天做 對 所以我們今天做這個 也不希望所有的觀眾朋友 以後都不敢吃蔬菜了對不對 對 我講就是說 如果以剛剛我講的那個東西 就算他的檢測率到19% 但是超過標準的只有3% 對 應該是不高 因為阿姨剛剛講的是測出 測出 還有一個容許的含量 所以我們這樣就 這個很有建設性 那我現在接下來 我們怎麼樣把它這個 就是些微殘留的那個把它降低 那就是你後面要留到 這我不能講 要讓你講的 對 我們自己不是專家 沒有 這個要這樣家庭主婦 就要請雅晴姐來洗菜 我是主婦 但是我 但你們家不是你洗 不是 我有洗 但我覺得我洗得很不好 因為用鹽巴洗 用洗米水 都是我以為可以的 就現在發覺不行 我們來趕快看一下 結果就不行 五大錯誤的方法 觀眾朋友要看 第一個 加鹽洗菜 因為鹽的成分是氯化鈉 你反而會使農藥更穩定 天啊 這樣子 我以前從小到大 我們家洗葡萄 我爸爸都說 用鹽巴洗一洗 那我現在不是浪費了錢 然後錢我還自己更毒 而且我們那時候 還用鹽巴把那個葡萄 先弄一弄 然後擺那一會兒 然後再沖掉 我覺得小時候 大家都是這樣洗葡萄的 沒有 真的 我們家也是擺鹽巴 洗了二十年耶 但是這個有一個研究顯示 不是耶 它部分的蔬菜是有用的 哪個部分有用 部分沒有 對 他們有選五種蔬菜 有菠菜 銅蒿 包心菜 白色花椰菜 就是十字花科的 還有N3 就是那個 N3 對 就是香菜 那結果他發現呢 就只有那個香菜跟銅蒿是例外 但是其他的 他如果說用鹽水去泡一泡 他裡面如果說 他有所謂的有機率的農藥殘留 會比只用清水來得少 所以還是要看什麼 沒有用的那個 就是比較毒的那個 叫有機率 有機率在台灣目前 已經絕大多數都被禁掉了 因為它環境殘餘時間都算年的 不是算天的 所以可能以前是有用的 以前有用 總之這個訊息 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看家鹽洗菜 反而會使農藥所在 樹栽上 太可怕了 那好玩的是 家鹽只會鹹死菜蟲 不能洗農藥 對不對 沒用 好啦 我就已經自己夠笨了 真的是 你也跟我一樣 小時候是這樣 好 再來 先切塊再洗不對了 這一定錯 一定錯 我們講了 因為你會沾到旁邊的農藥 第一項在家鹽洗菜就是說 你說它錯嗎 它也不見得錯 你說它對嗎 它絕對不對 絕對不對 沒有幫助 就是沒有幫助 你講得太好了 所以你如果要說 它有什麼錯誤 我覺得我們也要稍微 那個一下 不然的話到時候的話 民眾會覺得說 切到我弄了那麼久 但是它沒有幫助 用跟清水是沒有差錯 但是切塊在一起是絕對錯 絕對錯 先切也錯 像青江菜 我奶奶都講 這個裡面都是泥土 一定要先切 不然怎麼洗 那是跟那不一樣 切塊跟切根 這兩回事 這可以 這可以 馬鈴薯 你總要給我一個對的 不然我都吃了二十幾年這樣吃 我們現在已經快要全身劇毒了 再來看到 就是說你如果延長浸泡時間 也不行 也不行 泡久一點不行 因為維生素流失 維生素是在青菜裡會流失 超過半小時 會流生素流失 水溶性 水溶性的所以會流失 其實沒有必要浸泡那麼久 因為我們一直希望就是 你把那個根莖泥土的部分 先去除掉 一切 一切對不對 一切二泡 二泡的話 泡大概差不多五分鐘到十分鐘 然後最重要是上面沖 是三沖 所以一切二泡三沖 一切二泡三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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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的話就是沖流水 就沖個也是三五分鐘 應該夠了 那水會不會很浪費 當然了 我有不同意見 因為衛生署的官員跟我講說 要沖十五分鐘 然後從此之後 我就按照他的方法 既不泡鹽既不泡水 就好好的沖十五分鐘 沖不到半個月 我決定要像有機蔬菜靠邊站 對啊 那水費爆增 那我跟妳講 你住的時候下面用一個桶子 接那個水 水可以拿去澆花 或者是澆花 澆花 水在洗別的水 你還是要做我講 我家沒有種花 一切二泡三沖 好 第四個 合成清潔劑 對 合成清潔劑 會有二度農藥的殘留可能 有一個小撇步 就是說聽說呢 這個洗葡萄的時候 你可以手上加一點牙膏 然後這樣搓洗 牙膏這個到底 喜歡葡萄怎麼吃 所以是一個那個 牙膏 牙膏本身也是一個 介面活性劑 那牙膏安全性是夠的 因為牙膏都放在嘴巴裡面去了 所以安全性是ok的 所以的確是有人建議說 我之前採訪過一個案例是 他加沙威龍 加一點點很少 沙威龍 而且他還這樣子洗菜洗了很久 沒有他只加一點點 那後來會出事 是因為有一次他小孩看到橘色的瓶子 感覺很好看 就把他多加一點進去 就那次全家都中毒 好可怕喔 前幾天還有一個新聞啊 也是有人啊 他的生殖器官長霉聚 他就直接拿沙威龍 直接往他的生殖器官倒 結果馬上灼傷送醫 所以不管是洗菜 他沒有直接加原液 一般的用法應該是要稀釋嗎 所以不管你是要消毒煮菜 還是洗菜還是要消個人衛生 你都不能這樣用 好可怕的沙威龍 再幾可能用京都面慈安 穿被琵琶糕來洗菜 不得了了 我們要先進一段廣告 對 廣告回來之後 再來談葡萄的問題 看怎麼樣洗會比較好 OK 好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剛剛全部 什麼滴糖瓦溝出來 他已經這樣講對不對 全部又是什麼沙威龍 牙膏 你說京凸念慈安 都可以洗水果嗎 沒有啦 當然不行 我們說清水洗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到 第五個洗米水 我以為可以 我也以為可以 結果又不行 會越幫越忙 因為米本身有農藥殘留的風險 好 但是如果在這裡 那機器出動吧 對 那我看到這裡 我們在秦老師示範之前 很快講 臭氧肌 這是有一陣子 有這樣子的用法 流行 就是說用臭氧很強的活性化跟殺菌力 來對於這個葉菜的凹皺的 這個地方殘油的農藥 希望能夠把它洗乾淨 它叫做蔬果清淨機 它叫做蔬果清淨機 那 就空氣當中的臭氧濃度過高 對眼睛鼻腔 呼吸黏到都會造成影響 如果你長期在這個地方還會造成氣管炎 咳嗽 喉嚨疼痛嚴重的時候 可以引起肺水腫 所以使用這個要小心對不對 一般建議 正確的使用它的方法是 你要把它擺在陽台或露台 外面 對 你不要放在你家裡面 臭氧其實算是一個廢氣 它算是一個有毒的廢氣 比如說我們汽車引擎也會產生臭氧 那它為什麼能夠清潔蔬果 它是一個很強的氧化的能力 所以它就等於把農藥燒掉 這樣子 那使用上很簡單 一般我們就把蔬菜直接泡到裡面去 你剛剛那裡也有個管子在裡面 管子我們先丟進去了 然後你就啟動它 那它就會看你這個水量 你可以設定要幾分鐘 這中間冒氣來泡 事實上是臭氧 臭氧 所以人就要躲開 我們在這裡會不會被毒刀 我們吸到臭氧會怎樣 喉嚨痛這邊講的 而且最嚴重的報告是 像臭氧的使用 有人報告過讓肺變得纖維化 然後把肺燒掉 那就活不了了 所以它這個東西是可以用的 好工具只是要適當使用 所以我們應該擺在陽台 或者外面 然後用的時候 家庭主婦還要戴口罩 一般我們就躲在室內 讓它在外面 沒有用啊 口罩沒有用 所以通通的地方還是 那老師你贊成嗎 你贊成大家買的 我就用水沖 我還是用水沖 用水沖到底 用省錢又好 我完全不用任何的東西去洗 好 我們簡單講的 出軟機我們要教大家 那我們正確的七大絕招 第一的老實講的沖洗法 是不是 你擺在室溫下 放半天揮發農藥 揮發掉 半天的室溫 那我們就講說 剛剛老師講那個口訣 口訣的 一切二泡三沖 我們來看 蔬果以全浸泡的方式 就是浸泡三到五分鐘 再換乾淨的水 再洗兩到三次這樣子 它是如果有泡沫 那如果沒有 就一些二泡三沖 那高麗菜大白菜 你要剝去外層的葉片 兩三片 然後再沖洗 還要用海綿刷 或剛剛真的牙刷 如果是大葉子的話 刷一刷就可以了 好 第二種方法 第二種就是來看到 清潔劑的刷洗法 就剛剛講到了 真的牙膏也有 不過你要知道 它這邊講的清潔劑 其實都是天然的 就比如說像你講的牙膏 天然橘筋 這個東西 然後吃菜前 還要溫柔的把它刷一刷 很快喔 像我說 說伯伯等一下我要吃掉你這樣子 削皮法 就是說削皮之前 還要先沖洗乾淨喔 然後也要把表皮給它 也要先刷乾淨 然後才能削皮喔 所以這個要很注意 切除法 這很重要我覺得 對 因為就是我們剛剛的青江菜 它會匯集在這個 餅機的這個地方 所以要把餅機的地方切掉 然後青椒的果地 凹陷的地方 凹的地方 容易聚集農藥 所以菜由於它的形狀 有一些地方是農藥 比較容易聚集的 我們就要洗得特別乾淨 或者是把它切掉 是 高溫噴煮法 這個也很有效喔 可是蔬菜高溫噴煮法 就沒有那個維生素啦 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啦 我們也知道 的確是有一些維生素 在高溫噴煮的時候 它會一部分的損失 譬如說損失在30% 其它是OK的 對 所以其它是OK的 那儲藏法 就是說不易易爛的 可以一邊買回存放數天 就像我們講不能放冰箱喔 那你這樣放外面 像胡瓜瓜類的這些 跟精類就比較好一點 它就可以比較好 然後沙青法 蘆筍 竹筍 玉米 可以起進後 發入攝氏酒 熱水加熱一分鐘 熱一分鐘 迅速再用冷水 讓它蒸發掉 我們家裡煮玉米 也是這樣煮啊 也是這樣子嗎 其實正常玉米也是這樣煮 不是嗎 不是要煮一煮 所以這些方法是 都是不錯的 就是我們講到的結招 我們請潘老師幫我們 綜合講評一下好不好 對 它其實事實上 你要看你的這個 蔬果的這個特性 比如說你剛剛看到 你這個根莖類的 根莖類的 因為它比較能夠 放在室溫當中 所以通常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不要動 你就把它放在乾燥通風的地方 放個兩三天 然後完了之後 再清洗之後去皮 就絕對不會有農藥 西湖絕對不會有 那你葉菜類的話 就像我剛剛講 葉菜類因為它的表面 比較有可能有農藥 所以我們就把根莖的地方 先切掉 所以就是等於算是一切 然後二泡三蔥 這就沒有問題了 一切二泡三蔥 那如果說是 假設說它表面 有凹凸的地方 表面如果有凹凸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這個軟毛刷 但是蒂頭先拿掉 蒂頭一定先拿掉 但是它還是有凹折處 比如說你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那個 青椒 花椒 就拿那個刷毛 在那個表面凹凸的地方 稍微刷一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像這個花菜類的 因為它確實比較容易殘留 那我們除了一切二泡三蔥之外 我的做法是 都已經沖乾淨了 我再切成小塊 再熱水燙 燙完再撈起來 那就等於說 再做一個高溫分解的動作 那就很好 那像這個包菜類的 包菜類的我拿到的時候 我一定是先 外表稍微先沖洗一下 先沖洗一下 然後把前面的兩頁拿掉 然後再開始下面的 所謂的這個 一切二泡三蔥 潘老師我想問一個 比較笨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說 你剛剛講那個洗菜 我們放一放以後 要再開始洗對不對 那請問是要吃的時候洗嗎 我現在如果說還不吃 我有些菜是買不要回來 我是不要 要吃才洗對不對 對 一般是這樣 你不能說洗好再放冰箱 然後再拿出來 因為你要 因為如果說是不傷害它的結構的 比如說你 你像它是所謂根莖類的 其實根莖類的 一般放外頭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你有必要要放裡頭 那個因為你放裡頭 都是泥土嘛 那你可以稍微洗一下 因為它不影響它的結構 但是因為像葉菜類的那個東西 因為你要切掉那個 泥土的部分的話呢 你去洗完之後 反而它容易乾燥得快 因為它被你切洞以後 它的水分蒸發得非常快 我覺得你一定很少做菜 因為像我 你做好 對不起 我跟你說 比如像像蔥 你洗了以後 它就爛掉了 對 所以你一定要用 這是我講的 很快就爛掉了 所以應該是你要用的時候再洗 那其他東西要洗的時候再洗 我們切蔬菜蔬果的時候 事實上倒過去的時候 它有些酵素會分泌出來 就開始自己溶解自己 所以了解了解 你要再了解